大家好 来到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岛 已经是第八天 应该是第九天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我这个几天 来在这个岛上的一些经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许会对大家有帮助 至少大家会有兴趣 看这个人怎么在荒岛求生 因为我是一个city boy 我从小从城市长大 就没有离开过自来水 没有离开过电 也没有离开过煤气 那是当时有煤气以后 那什么都是这个三个 在东京也好 在哪里也好 你都是必须要有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是什么都没有 怎么样克服这些困难 怎么样在这里 与大自然混为一体 在这里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这个之前 先回答大家几个问题 这个有好多朋友就说 哎呀这个很羡慕你拥有一个岛 但我也拥有这个永远那个 就是他拥有一个岛了 其实呢我在这里说的这个拥有啊 它并不是一种炫耀 相反它是一种责任 只有那些有责任心的人 他才可能会拥有这些地方 OK因为你拥有这个地方 你不能说是丢这个就不管了 对不对 那你要来打理 所以说你拥有任何东西 包括你拥有一个女人 你都要去打理 你都要去负责 所以只有那些有责任心的人 他才会来拥有 所以拥有其实是一种责任 OK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它不是一种拿来炫耀的东西啊 第二一点呢 就是有很多人啊 问的这个产权问题 说你吃个是不是永久产权 有没有这个使用连线啊 这个我告诉大家 这个在欧洲在挪威 是没有使用连线这一说的啊 这个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因为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所以你买的是使用权 在这个西方 在这个没有这样说法啊 不存在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产权是永久的啊 世世代代的啊 没有什么啊 使用连线这一说啊 这里要说明一下是 就是在挪威这些国家 它跟中国不一样啊 挪威是一个地大人少的国家 这个国家巴不得你们 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森林啊 什么都都都管起来 因为这都是需要资源的 所以按照理论上说啊 按照我的产权上说 我其实是拥有那么啊 一部分这个山的 一部分它是我的 它并不是整个山头都是我的 但是由于整个这个山头 没有别人啊 整个这一片就没有别人啊 当然有个朋友问啊 那个岛上有会不会有坏人 我就告诉他啊 这个岛上呢 坏呀好人都是我 因为只有一个人啊 这个岛就我一个人 所以我又是好人 又是坏人 OK 对于那些虫啊 一些苍蝇啊 这些东西我可能是坏人 因为有时不时 可能把它赶走 对不对啊 但是对于自然来说 我是好人 我在这里呢 整理这个地方啊 这个树啊太密啊 很多树啊 它没办法生长 所以呢 很多有病的树 看上去就是不健康 所以要把它砍掉 所以呢 我要把这 整个这一片山 把它管下来 政府是巴不得啊 我给它求之不得啊 你虽然是拥有那个山的 一部分 最好你是把整个这个山啊 都跟国家管起来啊 就是要做贡献 所以呢 这个 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概念啊 好像就是说 我要给你画一条线 画到这里 这是我的地 那是你的地 不同啊 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线啊 画到哪里 其实我都不知道 OK 它只是这个地体的时候告诉我 你有这么一块地啊 好像有个红线 但是没有地表 没有什么 就整个这一片 整个这个山头 就我一个人 所以是我 有时间慢慢走一走 有些地方啊 这个还是要去整理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没有产权问题 跟大家讲一讲啊 另外呢 很多朋友提到 过冬怎么办 OK 冬天都又寒怎么办啊 很担心 谢谢大家的关心啊 这个是夏日度假别墅 什么叫别墅 就是我有主树 OK 我有自己的房子 以外的另外一个树 别墅 所以呢 这个地方只是在夏天来啊 这个冬天 我是不会在这里的 所以没有冬天啊 所以你就不存在 过冬去乱的这个问题啊 当然了 你可能会 这个山里面嘛 你下到少了十度 就开始感到冷了 昨天晚上 我都开始生炉子了 所以这里有烧不完的柴火 OK 我要两个壁炉 两个壁炉 一个壁炉用了烧水 一个壁炉用了取暖 都在一起 两个壁炉 所以呢 昨天晚上我稍微烧了一下 整个这个房间里面就暖和起来了 衣服很快就干了啊 所以呢 这个取暖啊 就不成这个问题啊 有一个朋友提个建议 叫徒手修过油云池 其实我原来有这个想法 因为这个有一块很大的平地 我想修一个这个 所谓油云池 其实是蓄水 蓄水池 把水啊蓄在这里 但是这两天下雨 下得很大 我才发现我所有的蓄水的这个 全部都满了 所以呢 我水够用了 我不需要另外修一个油云池了 这个我的生活用水 完完全全不成问题 OK 关于这个水啊 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讲 所以呢 我想呢 就是说 油云池就不修了 但是呢 找些地方种果树 往些栋种果树 还有那个前面这一块平地啊 把它改造出来种蔬菜 这个倒是可以的啊 有些朋友说说养点鸡 这个山上呢 不宜养鸡 OK 不适合养鸡 我养了鸡以后 就会引起小动物来 啊 这个山呢 很大 所以呢 可能这个小动物还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我这里有吃的 你一旦 这个有小鸡 有什么东西的话 那总有些小动物嘛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一些什么东西 蛇啊 狼啊 不知道嘛 对吧 那跑到那偷我的小鸡吃 就会暴露 那就会精神有小动物 跑到我这里来 找食啊 猴子 好像也没有 反正总有些其他的 不知道是这个人类以外的东西 跑到我这里 就会挺麻烦 所以呢 不能够养鸡 也不能够养小动物啊 有朋友问我 这个你这个 既然住了山上啊 与世隔绝的话 你这个视频怎么上传的啊 这个可以告诉大家啊 离我这里不远 坐公共汽车 也就是十分钟啊 有一个小的镇 那里有图书馆 可以利用 还有就是坐二十分钟 到克里斯兰山的那个大城市 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 那个三楼啊 你可以随便用 也不要预约 也不要什么 很多房间啊 里面有插头 你就可以一个人关个房间 你可以关一天 在那里又有网络 又有电 什么都有 OK 所以呢 我的这个视频啊 都是在图书馆去 上传的啊 有个朋友问啊 你能不能钓鱼 OK 钓鱼呢 确实是不同问题啊 我这个前面 真的 这个地方真的是叫做 有山有水有河流 有山有水有河流 有山 我这个是山啊 有水 那个海是水嘛 有河流 就有一个 这个小溪啊 如果这样子仔细听 听得到 天天都有那个小溪 哗动的声音啊 小瀑布 事实上 那个小瀑布里面 就是淡水 啊 那个淡水 其实就是可以喝的 但是它是在山下 但是我呢 这里有井水啊 我们下面就讲讲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具体的啊 我在这里怎么求生的问题啊 当然了 你到一个地方 首先要解决的是通讯问题 OK 你必须要跟外面有联系 你万一在这里 真的碰了个什么事情 拿了一个老虎 当然没有老虎了 拿了一个熊 你自己打伤了 或者你摔一跤 摔一伤了 你呼 呼救都不行 对吧 所以首先解决一个通讯问题 这个呢 我在这个市里面啊 就是找了一家 这个电讯公司啊 这个电话啊 大概是这个 好像我讲过了吧 60个欧 60欧一个月 有100个机 这个呢 我在这里信号还非常好 我就用这个 再天天在听视频啊 看视频啊 这也不古早 跟世界上是保持沟通的 这个通讯 我第一个解决了 第二个解决是水 刚来的时候是没有水 对不对 所有的水都要从底下背上来 我到这边自来水 我跟我那个朋友啊 一人拎20个力特的水 我当时不知道 怎么拎上来的 这么重了就跑上来啊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啊 这里有水 OK有雨水 OK 我有很大的雨水的这个tank 由于这个蓄水池啊 是冬天 他要把它全部落关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冬天 它会结冰 如果这个蓄水池里没有水的话 它的膨胀啊 它会把它弄坏 所以冬天的话 这个 你这个开关全部要打开 让它水要落干净 所以过了冬以后 你把它关掉下雨 就有水了 所以呢 刚好这几天 OK 早两天去很大的太阳 连续下了三四天的雨 我所有的蓄水池 水全部是满的 啊 所以呢 这个是雨水已经就够了 而且我今天刚刚去这个 查了一下 其实呢 据这个专家说 雨水的质量啊 事实上比那个自来水的质量还要好 我以前讲过 挪威的自来水 就是全世界最最贵的矿泉水 OK 就是直接拿着就可以喝啊 我这里有三杯啊 我这里有三杯 第一杯呢 是这个自来水 非常非常清澈啊 但是它喝起来的话呢 直接喝起来的话 是有一点那个化学 东西的那种那种感觉 有一点你感觉到 好像它是里面放了一种东西 去漂白它 或者是撒菌 或者是怎么样 它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第二杯呢 这个是雨水 我跟这雨水 也同样的清澈啊 但是呢 没有那么清澈 它喝起来就很甘甜 它就是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自然的那种水的味道 完全没有那个chemical 没有那个化学的那个水啊 但是还有一杯是井水 我说了我这里有个井啊 今天早上啊 清澈我就打了一杯井水 我喝了一下 那完完全全就是这个 非常非常的好喝 味道非常好 它就是纯粹的那种 真正的自然的矿泉水的 那种味道 所以这三种水 我都可以用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可能以后不会再 从山下杯水上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这个啊 刚才讲过了 就查到了 这个雨水 其实就是最干净的水 尤其像挪威 这种没有污染的 你直接接着雨水啊 你过滤一下 烧一下 你就可以喝 或者是这个井水啊 它事实上是 真正的矿泉水啊 你要是过滤一下 你就保证那些啊 矿泉啊 喝就对身体很好 如果你不放心 就煮一下 所以今天早上 我事实上是把这个井水啊 煮了一下 我喝了啊 我如果还过两天 身体没有冲满 我就说明我这个水 是可以喝的 对吧 当然可以喝了 自然的水 矿泉水 怎么不可以喝呢 对吧 我们不是矿泉水的制作者 我们只是矿泉水的搬运工 OK 我只是矿泉水的消耗者而已 所以这个水啊 解决了 OK 只要有水 这个人就能生存下去 我这个地方啊 好在它不缺水 有足够的雨水 还有一个井 而且井的位置啊 比我的房子高 我将来弄一个pipe 我就可以直接引过来 或者是弄一个pump 反正水是解决的 没问题了啊 那么接下来是煤气 其实呢 我这个地方是原来是有煤气的 那个煤气罐呢 自己不会用 不会装 其实那煤气罐里 煤气是满的 并没有用完 我不知道 我背下山 OK 问人啊 所有的换煤气的这种工资 就是这个油站 他们都只卖煤气 他们不会怎么用啊 都不会 最后找了一个人问了啊 知道怎么用了 当然换了一个煤气 对吧 就是花了这个二十欧嘛 对不对 那么算吧 新的总是放心嘛 所以有煤气了 对吧 那煤气我就可以煮饭 可以烧水啊 还有 这个电冰箱 是煤气的 煤气电冰箱 那这个煤气电冰箱呢 我打造了 打造以后啊 可能是坏掉了 又 有一种这个煤气的味道 再加上呢 那个freezer 就是那个冰冻这一块 变得滚烫滚烫 我就知道这个坏掉了 赶快把它关掉了 然后呢 我又从网上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大概四百欧吧 四百多欧 四百五十欧 那么呢 就最近会到货 那么这个冰箱问题也解决了啊 那么煤气油 煤气油水 我就可以生活了嘛 那么最后就是个电啊 以前我也讲过 这个是有solar panel啊 它是有这个 太阳能 那这个太阳能呢 它只供我的这个两个手机 所以我又去买了一个120瓦的电板啊 然后呢 可以从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power station 可以从我那个电瓶 OK 然后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工作 但是呢 我会经常去图书馆 OK 因为图书馆的话 环境很好啊 而且呢 就可以自由上网 各个方面都 这个坐公共机车也不贵嘛 是两个欧一趟啊 你坐到哪里都是两个欧 OK 是买了懂 买了懂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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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的那个券啊 所以呢 我会经常出去 所以电的问题呢 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由这个山上啊 就长年没有人住 很多年没有人住了 我估计是环境安娜的父亲 也不知道哪一年去世的 可能他那两姐妹 也再也没有来过 这个整个路啊 好像都荒溃了啊 就是很难爬 所以我现在第一件事情修路啊 已经修到百分之五六十了吧 那么还有几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要把它修好 那基本上上山下山啊 就是没有危险了 可以自由的走 将来呢 我会把这个全部啊 要把这个手扶手啊 修好 整个路啊 都要修好 修下去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砍树 OK 我已经徒手砍了两个树 但是呢 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树啊 用自己手的砍不了 属于呢 要朋友带这个电动锯子 把它把它锯掉啊 我在这里呢 就是说啊 对了对了对了 有朋友就问啊 很担心你洗澡怎么办 啊 你的厕所怎么办啊 当然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抽水马桶的 OK 也没有淋浴间的 这个我知道啊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在这个挪威 最最富有的一个人 No.1 富有的一个人 90多岁了 他就是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在没有淋浴 没有厕所的地方住的 OK 他不是没有钱哦 挪威最富有的 但是他就是住在山里 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OK 你说 我刚才讲到 这个拥有是一种责任啊 就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要送一种城堡给我 OK 整个城堡送过我 这个城堡在哪里呢 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 整个那个村子呢 只有五百多人 这个城堡呢 以前是一个学校 后来呢 因为就是放会了 没有用了 所以常年世修 很大一个城堡啊 石头盖起来三层楼 OK 好像是九千多个平方 还是多少 整个一个城堡 他说我实在是管不了了 他说我这么 卖卖吗 也没人要 他说你九哥 你要需要 你要想要的话 我就送给你 你就在这里 就办小型学校什么的 产权都给你啊 我当时也动了心 看那个城堡 我好漂亮 九哥会拥有一座城堡 但是你想想看 你拥有那个城堡 你多大一个负担呢 啊 你多大一个负担 你有那么大一个城堡 你住 你进去以后 你住哪一间 都是很为难的事情 所以事实上 极简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像我这个小小的房子 有两个卧室 52个平方 啊 有这么一片 这个这个 一个小山头 足够足够足够了 我想那个 挪威最最富有的 那个富翁 其实他跟我的财产 是一样的 他有再多的钱 他也没有用 他最后生活的 也是跟九哥一样 就是一个小木楼 也是没有淋浴 没有厕所 啊 那我的淋浴怎么解决呢 淋浴就是 我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 我从日本 一种是我从美国 带来了一个 叫做 Portable shower 就是 这个 这个 shower 淋浴 这个呢 就是用太阳冷的 啊 你放在有太阳的地方 它就晒 这个水就热了 真的 我洗了两三次 头几天来的时候 天热嘛 出太阳嘛 那真的是挺暖和的 那个水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一淡水 可以洗两个澡 OK 那么这两天冷起来了怎么办呢 那我就是用烧 用煤气烧 或者是用柴火烧 OK 用我的壁炉 昨天晚上 我就用壁炉烧了水 那洗澡 就是用烧开以后 啊 在这里啊 就是就是洗澡 这是洗澡 这个厕所问题呢 那确实是暂时还没有解决啊 那么厕所问题呢 啊 这个问题呢 我正在考虑一个最佳的方法 啊 能够保持这个环境 啊 不污染环境 但是有方便自己的方法 正在考虑中啊 关于这个厕所怎么解决呢 我会以后的视频 再强细做介绍啊 啊 十拍 可以九格山厕所啊 OK 啊 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那么最后讲讲我的感受啊 第一就是说 真的我一辈子啊 就是从来没有感觉到 与自然是这么的近 啊 你说你缺化氧气 这里全部是氧气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 有碳气出来啊 有二氧化碳 其他没有任何东西是有二氧化碳 这个氧气扑面而来 都是氧气 OK 跟自然混合一谈那种感觉 真是好极了 真的好极了 我在这里真的不孤独 我觉得真的 如果是天气不冷的话 OK 我可以 如果天气不冷的话 我真的可以常年在这里 我会经常在这里 我可以就住在这里 我真的不稀罕 那些那个大房子啊 什么东西啊 豪宅什么 真的我不要 我就在这里简简单单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第二 它就是没人打扰 OK 这个时间完完全全是自己的 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人啊 包括你 你晚上看AP 你声音大吧 你响成云霄 没人听见 OK 你不会打搅任何人 OK 你半夜起来 半夜起来没问题啊 它这个三点钟 四点钟就天亮了 这个地方 对不对 很多事情 我都是半夜起来做的 三点四点 我不是以前讲过 我有那个习惯 半夜起来一次吗 我半夜起来一次的 那个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会想到很多主意 啊 比如说我装轮托啊 我装那个轮托啊 就有自来水了 我又跑去打井水啊 我又自己做厨房啊 我做很多事情 在这个小时啊 因为就不打搅别人嘛 然后我穿了个套鞋 我就出去 啊 就打理打打理打理 对吧 然后呢 又继续睡觉 比如说今天 我在中 我在日本的时候 生活非常有规定 在日本 在美国啊 都是早上七点钟就起来了 现在这里无所谓啊 我今天是十一点钟再起来 OK 呃 四点钟就起来 五点钟起来 就打井水啊 玩了 弄理童又继续睡 又继续睡了两觉 啊 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钟了 所以这个时间是自己的 我完全自己控制 而且这里的好处是 它不会天黑 到十一点钟还是天亮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 一天的时间是 随便你自己怎么 怎么利用 怎么打发啊 你想发单 做了就发单好了 没人想催你啊 没有时间呢 概念也很少 就看了个闹钟啊 再加上呢 就是由于这个 不方便用电脑嘛 就没有天天要做视频的 这样的压力 这个也是一个 一直解压 就是解压了 我觉得那就是 一个很好的意义 一个很好的这个excuse 一个很好的借口 我不能天天做视频 那我就休息吧 就这样子的啊 但是呢 一直在改造嘛 就天天都有事情做 天天脑子里都有主意啊 我想我会把我这个小小的小岛 这个小天地 打理的非常非常的好 OK 我真的非常爱我这个小岛 真的 我眼泪水都要出来了啊 能够活到今天啊 能够活明白 能够拥有一个这样 自己小小的天地啊 使自己完完全全这个自由 释放出来啊 成为一个真正 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啊 这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成功 OK 请大家继续紧跟九哥的荒野求生的视频 OK 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啊 尽管九哥有时候回答有点酸溜溜的 或者是有点啊 那个 但是呢 九哥只是为了自己不老年痴呆 故意有点挑逗性 故意有点这个啊 这种意思啊 就是迎起一些冲突嘛 冲突就是戏剧嘛 但是我对朋友们所有的留言 都是心怀感激 OK 都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跟支持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